保持安静 如果没有操到 待会可以出去再问 穿心听 不要散乱心听闻佛法 这样是不好的 有问题可以举手 或是工作人员会帮你 就说在菩提家业为什么要供呢 因为在菩提家业 它是显结千佛成佛的地方 未来梅勒菩萨也在那边成佛 所以任何的一个功德 你供一杯水 就等于供一百万杯的水 你供一朵花 就等于供一百万朵的花 所以为什么 我会鼓励南传北传藏传的佛弟子 一生当中至少要去一次菩提家业 乃至于你那边念一遍 普贤行愿品 就等于念一百万遍的普贤行愿品 那当你念的越多就是更好了 所以在菩提家业 每天早上的时候 不管是在家出家 每天早上他一定会拿 拿供水供花 乃至于供灯 乃至于供其他的东西 不要空手而去 空手是不好的因缘 你看这是菩提家业的大法会 对不对 每一个人至少 你再怎么贫穷 你再怎么贫穷 就是你没有福报 但是你可以买一朵花吧 一朵花才印度币才 一块钱而已 比新加坡钱还要少 所以你应当这个发广大的愿 接下来 请看 幻灯片 布施财师得大富大贵的博报 法师得聪明智慧 无畏施得到健康长寿 所以总结一下 布施要有三个广大的功德条件 是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接下来 一心量 二发愿 第三个不执着 这是很重要的 我再讲一遍 不管财师法师无畏施 要成为广大的成佛资良 第一个要有心量 第二个要发愿 第三个要不执着 好 布施波罗蜜讲完 第二个请看 丙二持戒波罗蜜 三十三页第二十三行 分四 丁一 戒的定义和内涵 问 已解释了 谭那波罗蜜经说 施罗波罗蜜 答 波罗蜜意如前解释 施罗今天当要说 好 所以我们今天讲 持戒波罗蜜 复习一下 布施对峙你的贪心 跟吝啬心 那为什么第二个要持戒呢 持戒是 防止你去造恶业 因为你造了恶业 你心中就有恐怖 你就觉得 feel guilty 觉得内心会不安 人家说 平日不做亏心事 半夜敲门 心不惊 你平常不做坏事的 半夜人家敲门的话 你是不会被人家吓到的 那你常常会被人家吓到 注意 表示你造很多恶业 过去是造恶业 现在也造了恶业 所以 持戒波罗蜜的目的是 叫你不要造恶业 去除你恐怖跟不安的 这个障碍 得到什么呢 两个效果 清凉跟解脱 你的心常常会很清凉 因为你不造恶业嘛 你心很清凉 还有你心中会从烦恼当中 得到解脱 这个是指持戒的意思 梵语叫做 持戒 持戒说为 施罗波罗蜜 那施罗有很多意思 请看 一 在这个讲义里面呢 从33页到34行 34页 持戒有十个意思 请看 第一 言施罗者 是指习净也 这是本体 习净就是你的习气 我们在习气 我们常常呢 比如说几个例子 假如你是不好的习气 喜欢骂三字经 叉叉叉 对不对 你看到什么不高兴 就是叉叉叉 对不对 因为师父不可以说这三个字 尤其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我只好讲叉叉叉 你都我意思 可是你的习气就是不好 现在呢 要告诉你改习气 I love you 你也讲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华人要说我爱你 其实很多人讲不出来 对自己的爸爸妈妈 外国人常常乱用这句话 I love you forever Who knows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都是习气 所以听好 失罗的意思是把不好的习气 转变成好的习气 平常迟到上班的人 把它改成不要迟到 这个叫做戒律 戒不是指到佛门而已 它的定义不是那么小 把不好的习惯改成好的习惯 这叫失罗 第二个 又本性意 如世间有乐戒跟苦戒 所谓乐戒就是呢 他执着这个条例 戒还有另外一个英文字名字叫 principle principle 原则或是规章 公司行号 many principle 你守这个就得到快乐 叫乐戒 有一种呢是呢 印度外道苦行啊 像不可以吃东西 过午不时 要苦行外道 他有苦戒 甚至呢 他还要呢 对火一直拜 要拿那个刀擦 擦自己的身体 告诉说 我不痛 我不痛 这叫苦戒 可是佛陀说啊 这个是比较没有智慧的 第三个 戒会让你清凉 不会后悔 让你离开身体很热 或很忧恼 身体为什么会热呢 你看 你心脏啊 跳得很快的时候 发鼻气的时候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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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了怒气攻心啊 你身体就会很热 那最后怎么办 哎 你会后悔啊 后悔的话 就得清凉嘛 那你常常的做事 都会后悔的话 表示你这个人啊 没有持戒波罗蜜 再看 第四个 有安稳的意思 心很安 走到哪里 都能够为别人的快乐 跟着想 而且重这个善音 再看第五个 又安静意 就是有持戒的人 可以帮助你修 止观 这个请画一个介号 所以 止观要修得好 要持戒清净 一般老菩萨都不喜欢 听止观 其实错的 止观很重要 将来有缘再为大家讲 第六个 又急灭意 就是呢 你持戒 可以让你急是宁静 灭是指灭除你的烦恼 好 怎么突然又掉了 请你转到幻灯片好吗 这位师兄 不一定要照师父 因为大家很专心在听讲义 好 急灭意 急是习近 灭是灭除烦恼 因为急灭是 成就涅槃大乐的因 第七个 持戒的人相貌都会很端严 很端庄 以界定会来装饰自己 所以各位 不用花很多钱去买化妆品 服教徒要省一点 你买了这么多化妆品 擦了半天 不一定庄严 真正庄严是什么 修六度波罗币 持戒清净的人 他心自然就清净庄严 有很多年有曾经来看过 他装 我告诉你 他画再漂亮的化妆 再漂亮的耳环 珍珠戒指 他看起来是没有血色的 知道吗 我一看 我就知道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对不对 所以 佛教徒应该省一些钱 而真正在修戒定会身上 戒定会身上 你相貌自然就会庄严 我虽然瘦瘦的 但是我的精神很好 接下来 第八 又竭竭 竭竭意 就能够以戒而洗除自己身心的污垢 所以真正持戒的人 你在他旁边心会很清凉的 第九 又投手意 他在进入大众当中 他不会怕 那反过来讲 有些连有都不敢 但在大家大众讲话 以十善业道经 跟这一段来讲是吗 表示你过去持戒不够清净或不圆满 你都是怕东怕西的 你怕什么啊 你内心里面呢 有觉得呢 丑陋的地方 真正持戒清净的走投投到大中当中当 他是不会怕的 因为他持戒清净 他心里清凉 他也不怕呢 什么叫狗仔队啊 或一周刊啊 要去抓他的把柄 他什么把柄都没得抓 这就是持戒清净的人 知道吗 不用去怕别人 在人前面是一个样子 在人后面也是一个清净的样子 第十个又赞叹义 能出身以上种种的功德 再看一段 我们今天就讲到一个段落 我要回答问题 第二 戒善行是戒法的根本 请看经文 这里的讲是你 身口义 不清净的身口义 转成清净的身口义的善行 比方说 身清净 口清净 意清净 身不要做杀身 不语取 就是不偷盗 严守一夫一妻子 不邪淫 这叫严守身戒 第二类是不可以妄语 两舌恶口跟其语 这边讲远离妄语 恶口就是破坏语 还有粗恶语 还有杂戏语 讲一些有的跟没的 这些呢 应该嘴巴 少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 中国人常讲话多伤气 但是你讲话呢 要讲佛法 帮助人家才有意义 讲鼓励人家的话 讲人家劝人学佛的他 这样子你口语就清净 第三个 就远离贪嗔吃 一般讲吃 可是这里讲贪嗔邪戒 用邪戒会比吃还好 因为呢 邪戒表示呢 你虽然没有前面的杀盗淫忘酒 可是你是外道徒 你是邪戒很深的话 那表示你也是 不是持戒清净 好 到这里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题目叫做神通敌不过业力 我们呢 现在东南亚很多佛教徒 都喜欢看三世英国 也有很多联友跟我来谈话的时候 师父 我过去是国王 我说国王就国王 可是你现在不是 还有联友说 哎呀师父 我过去是皇后还是美女 我说你现在根本都不美 过去的就过去了 很多联友都喜欢呢 在生命当中 碰到困难的时候 都找一些呢 奇奇怪怪的方法 福兰啊 三世英国啊 看神通啊 讲感应 正性的佛调子是不可以的 我仍然跟你说 归于佛永不归于 外道天魔 你在佛伴三宝弟子面前 你已经发了愿 你平常学佛 可是呢 真的在关键期待 你还是去找外道天魔啊 这样的话 佛不会忽念你的 天龙八部也不会忽念你的 所以答案是什么 神通敌不过业力 你遇到再大的神通 都敌不过你自己造的恶业 注意听 佛在世的时候 佛是释迦族 释迦族呢 有一次得罪了琉璃王 因为琉璃王从小的时候啊 他呢 因为呢 政治的侦害呢 他呢 就到外面去流浪 流浪的时候 遇到了释迦人 释迦族的人 欺负他 所以这个琉璃王 非常的生气 说将来我若有成员啊 我是国王的话 我绝对要灭释迦族 他就发了这个恶事 所以听好 我先讲故事好了 所以插播一下 佛教徒不可以发诅咒人家的恶口怨 这是不可以的 你要注意你自己的口德 尤其是生起脾气来的时候 你发的愿呢 是很不好的 结果呢 这个琉璃王后来呢 他就回归到了 这个自己的国王 的确 他正为做国王 可是他心中有一个恨气 就是他小的时候 被释迦族的人给侮辱过 他非常的生气 他说我当国王 我拥有一天呢 叫灭释迦族 结果当他国王呢 富国强兵呢 这个人民呢 这个军队整顿非常好的时候 有一天呢 他出来要攻打 释迦牟尼佛的王国 就是禁犯王 释迦牟尼佛他有神通 他知道了 他就故意呢 停在呢 那个大的军队啊 要走过的一条马路上 他坐在那里 圣弟子也坐在那边打坐 结果佛陀就看到 琉璃王来了 琉璃王说 佛陀你在这里干什么 佛陀说 你知道我这里 在这里做什么的啊 他说走开 佛陀 我对你很恭敬 对不对 但是我今天要去攻打琉璃王 对不起 我琉璃王今天要去灭世家族 佛陀请你走开 否则我会对你不客气 佛陀很慈悲的放光 为他说 琉璃王 冤冤相报 何时了啊 你杀了他 他又杀你 那来生他又杀你 不是杀来杀去 没完没了吗 佛陀苦口婆心的劝他哦 劝他第一次 最后琉璃王有一点感动 他说 哎呀 今天不是出兵的日子 我要打战 连释迦摩尼佛都来说情了 算了吧 好 他就下令举灰呢 全部的军队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过了三天 他又准备攻战的计划 三天以后 他不走这条路 走另外一条长的路 释迦摩尼佛又知道了 知道了以后呢 他就呢 带着徒弟们去托波 走走走走 就在那个树底下 又坐下来 这时候琉璃王又出兵了 一看 哎怎么又是你呢 释迦摩尼佛怎么又来呢 他说 你也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啊 佛又劝他 琉璃王渊渊相报何时了 对不对 我虽然是释迦族的人 但不是为释迦族求情 就算释迦人对你 过去对你 侮辱你 然后呢 对不起你 但是你要把真心给放下 这是琉璃王感动的流眼泪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 佛陀有神通嘛 当然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一针见血 戳到他的内心里 告诉他说 是因为你过去被人家侮辱 所以你今天很恨 你要来报仇 琉璃王啊 放下你的称心 称心会伤害自己 就像刀子一样 割到自己 割到别人 结果呢 琉璃王呢 就说 好吧 全部撤退 又回去了 这次他不是等三天 等七天以后 七天以后呢 他又绕另外一条路 佛陀呢 跟圣弟子坐在这边 结果最后琉璃王说 佛陀 对不起啊 我这次 不客气了 我还是要攻打 释迦族啊 冲啊 就冲了 这时候只有佛陀坐在那边 所有的弟子都吓到了 因为大军人马都来了嘛 所有都吓到 这时候呢 神通第一的叫做 大穆坚连尊者 就拿着波 飞到释迦族 抓了五百个人 救他 因为他希望能够 把释迦族的人救起来嘛 然后就飞到高利天宫去 结果这时候呢 琉璃王呢 就攻打了这个 所有的释迦族 几乎啊 所有释迦族都被灭了 大人小孩全部都被杀死 这时候佛陀呢 也流眼泪了 然后呢 佛就告诉 道立天宫的 大穆坚连说 穆坚连 神通是敌不过阅历的 他打开一波看 原来五百个释迦人 都变成了浓血 这个故事 可以告诉我们几个故事 第一 冤冤相报何时了 要原谅人家 得饶人处且饶人 原谅人家 是最圆满的 持戒波罗蜜 因为降服了你心中的称心 当然 后来当佛很难过回去以后 也有圣弟子问我说 为什么琉璃王可以灭释迦族呢 佛又继续讲下面的故事 因为 以前啊 释迦族曾经是一边海边 全部的渔夫 他们专门把鱼 那被他抓的鱼呢 就是琉璃王全部的人民 所以嘛 他们天天打鱼 天天杀鱼 天天烤鱼 鱼肉还要呢 虐待他最后才吃 所以释迦族的人曾经当渔夫 杀了很多鱼 那所杀的鱼呢 就是琉璃王的人民 现在呢 琉璃王的人民 为什么放不下称心呢 是因为过去的业力 连我佛陀 已经劝了两次 还是改变不了他的业力 所以佛陀说 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 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第一个 不要去伤害众生 第二个 人都是会犯错的 人做错了 那到你面前忏悔的时候 你应该原谅人家 要给人家机会 第三个 要严守佛教的持戒 不要做杀到淫忘酒 因为你造了这个恶业 佛经常常讲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御会时 果报还自受 假使百千节 你造的恶业 那没有忏悔的话 所作业不亡 当因缘御会的时候 你还是会受苦果的 再讲一个故事 佛陀也曾经有时候 在成佛的时候 这个在如来寿亮品我讲过 佛也曾经头痛过三天 为什么 佛虽然头痛啊 但是他心中没有苦受 那他为什么头痛呢 过去世的时候啊 他的村庄里面 通通都是渔夫 有一天钓了一条 很大很大的鱼 大家就欢欢 做晚会 想把这鱼宰了 结果那个时候佛陀吃素 可是他很顽皮 像小朋友一样 拿个木锤去敲他 哭哭哭敲三下 所以他头痛三天 所以你的头痛 绝对都有原因的 当然要去看身体 西医中医 绝对一定有原因的 你的身体不舒服 你一定有原因 那是夜跟烦恼 所以我们对于戒 要很清净庄严的去坚持 这叫做持戒波罗蜜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讲到这里 明天从三十四页第八行 丁三戒法要与决性相应 说明持戒怎么样转成为 成佛的资粮 从今天开始 好像要回答问题 师父请问开示 在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二元 是否有机会行六度波罗蜜 尤其是忍入波罗蜜 好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听好 你所谓的忍入 可能你误以为一定只是二元 这个问题呢 请你有耐心 我保留好不好 请翻开讲义三十七页 到那个时候我会详细讲 请看三十七页 全部打开三十七页 第十七页 丙三忍入波罗蜜 分三 二十一页 丁一 身住持忍 讲身要忍 翻过来 三十八页 第十二页 丁二 心要忍 忍入不单单是外面 人家打我骂我 心能够安住不动 这个也叫做忍 三十八页 第二十三页 丁三 法住忍 要依法如理修持 如如不动 这个才叫忍 所以忍入依你理解的是不一样 所以它有这三层 那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或许没有第一类身住持忍 对 你没有冤亲在主 莲慈海会的佛菩萨 不会打你 也不会骂你 但是你会修第二类 心住持忍 跟第三类 法住持忍 好 所以极乐世界还是可以行六度波罗蜜的 佛陀 师父请问 当佛陀还没有成佛前 在娑婆世界 历经了许多古行 才行到六度波罗蜜 可是在西方净土 我们 如何经历考验来修忍入呢 刚才已经回答了 这是同一个问题 师父 请问 在法华经讲座中说 梦中不能得寿祭 可是地藏菩萨却说 父愿地藏菩萨 具大慈悲 永永勿往 世人于睡梦中 得菩萨 磨顶受祭 怎么解释 很好 听好 这里的受祭 在法华经两讲的受祭 是受祭为 八项成佛 就是说你在贤结千佛的时候 你在地什么时候成佛 你的佛号叫做什么名字 你的国土叫做什么名字 你度多少的众生 你的正法 相法 末法 这叫八项成道的受祭 而以你这一段地藏经的受祭 不是八项成道 只是摩顶受祭 佛加地藏菩萨会加持你 说你这个人有菩提心 好好修起 你将来一定成佛 可是地藏菩萨并不会在梦中告诉你 你现在就叫做南魔报效佛 什么 受祭虽然这样 经文是一样 它意思不同 我再讲一遍 法华经讲的佛受祭 就释迦牟尼佛会下一尊佛 弥勒菩萨受祭 叫八项成道的受祭 所以成佛有很多定义 十方佛国土都有人成佛 但这里的成佛是视线八项成道成佛 只有一个人 弥勒菩萨 其他人功德力还没有到 那弥勒菩萨呢 他成佛以后 下一尊佛他为谁受祭是呢 狮子吼佛 就是十七世的 噶玛巴 他就是狮子吼佛 只在佛经上都有写 所以这是八项成道的受祭 而你引这段地藏经讲 佛为你磨顶受祭 意思是说善男子善女人 你有菩提心 保证你将来会成佛 但是那个时候 地藏应该菩萨 不会在梦中告诉你 你的佛号 你的名号叫什么 请求师父有姻缘 在新加坡讲地藏法门 谢谢 不过没有人请 我跟地藏菩萨是真的很有缘 我在所有的佛菩萨里面呢 我梦过地藏菩萨 所以我将来也会有 地藏菩萨一般都讲地藏经 其实地藏菩萨有大称地藏十轮经 地藏菩萨有很多很多的经典可以讲 我不知道我可以活这么长命吗 所以不敢乱答应 将来看哪里 请法再说 第二个 师父在家菩萨可以闭关吗 有什么条件 很好 这个莲友其实问过 有耐心一点 我在法华经讲座 因为我要讲的重点太多了 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 简单讲 居士是可以闭关的 听好闭关的用意 是把我们的身心收舍起来 不要往外跑 我会建议各位联友 夫妻或家人 周休二日 你可以自己护持闭关 比如先生闭关 太太护持 或太太闭关 先生护持 那闭关当中先从一天24小时 或两天开始训练 就是从早到晚 你心不要往外跑 当然一般新加坡的联友 都习惯到寺庙来 栽戒或是受持 或是念佛 打佛衣或禅衣很好 可是我觉得这样还不够 为什么 因为人太多了 有时候会打闲岔 为了一些仪式呢 它要拖很久 这里的闭关 应该是早上中午晚上 你要注意 食衣住行 第一个 吃最好闭关 过午不时 你真正闭关的时候 过午不时 假如你受不了 注意在闭关的前一天 开始吃一半 前三天就吃一半饭 晚上的时候 你喝糖水 糖水或蜂蜜水 过午不时里面 是说可以喝水 但是不可以有渣渣的 像你们的 Melo三合一 那些都不可以的 就是有渣渣的都不可以 但是把它泡水 有糖水 因为我们人需要糖分 它会直接吸收 假如你闭关的话 过午不时会比较好 第二个 食 一呢 很简单 这个吃住呢 也很简单 吃的东西简单一点 你叫家人帮你准备好 其实你也可以叫便当 那你从早起来做什么 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不要睡太多 你闭关了呢 你要好好的用功 所以注意 不用闭关则而已 一闭关的时候呢 睡得非常舒服 睡到天亮 这是真的 我自己闭关过 我知道 因为你完全身心放松 所以我建议你 晚上你睡觉 要弄闹钟 但是呢 最好呢 大概九点十点就睡觉 天亮大概呢 算圣地子 佛在世的时候 阿含经里写 是四个小时过 五个小时就够 假如你十点睡觉 三点就要起来 五个小时就够了 真正人生成睡眠 以现代科学来讲 睡眠有分四个段落 前面呢 糊里糊涂的 还听音乐 接着要睡一庙 再来做梦 再来天有天亮 真正睡眠是一个 很短的时间 五个小时就够了 然后呢 你就要起来 起来以后 早上呢 你先做功课 静坐 诵经都可以 然后做完早餐 听考 三餐 假如两餐 早餐跟中餐 吃完饭以后呢 你要精醒 所以你闭关的地方 不能太小 要能走的 或是拜佛 不要吃完呢 就立刻睡 不好 吃完以后要精醒 然后你安排的功课呢 可以做什么呢 可以诵经 诵完经 然后你可以先拜佛 对不起 先拜佛 看你要拜多少拜都可以 拜108拜 300拜都可以 然后诵经 诵完经以后 你可以精醒 再来念佛 再来静坐 再来回向 就像在寺庙里有第一支箱 第二支箱 然后吃中饭 再来第三支箱 第四支箱 第五支箱 你可以自己排 排功课 假如你想读法华经 你就一天念一部庙 法莲华经 六七万字 大概要七八个小时 不容易 你要坐在那边 你心要很定 那有一个重点 中午要睡午觉 不要睡太久 各位 新加坡有人有当兵吧 当兵有一个叫行军床 你看过吗 就是这样子 老人家有时候 躺在那边沙发 休息的那个椅子 这样子 大概呢 一百 对不对 三百六十度 大概一百二十度这样子 为什么呢 躺着休息也可以 不要睡太舒服 一舒服我告诉你 一打开来 哦 傍晚五点了 真的 因为你真正闭关的时候 你身心会完全放松 所以睡觉的时候呢 中午睡觉 你不要趴着睡 趴着睡压着这个身体 这是我的经验 躺着那个行军床 睡大概最多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或四十分钟 然后呢 闹钟起来 你就要起来惊醒 刚起来的时候 一定昏沉 所以你要拜佛 拜完佛了以后 再回去诵经 再来呢 然后惊醒 再来这样 然后一直到晚上 所以从早到晚 你真正这样闭关 我告诉你 很辛苦的 我只能先讲到这里 所以在家菩萨可以闭关 但是我觉得 一般人 可能你做不到 那所以为什么要到道场里 来受八观灾戒 来调伏身心 但是假如自己在家里闭关 你必须第一个 先对佛法了解 第二 你自己懂得用功 每天已经做了早晚课了 第三 因为你每天习惯做早晚课 所以一闭关的时候 十几二个小时啊 你都在诵经念佛 你才会得到法喜 你没有这样练习 半天半天半天 变一天啊 你一进去闭关 我跟你讲 你立刻就冲出来了 太无聊了 你真的很希望说 Can I talk to you something? 你真的很想拿起手机来 讲一句话 Hello how are you? 你真的才知道你的心啊 平常都是往外跑的 所以这个问题我现在先达到这里 这位联友 夏居士 如果你真的想问我 你单独来接受会课 我再教你 心不要那么急 闭关是要有很多很多条件的 师父今天凌晨五点钟 我做了一个梦 一个梦 在梦境中 有一种动物像小螃蟹一样 咬我的背 这时候我的王母出现 就是过去世的妈妈出现 她帮我抓小螃蟹 放进小瓶罐里 请师父帮我解梦 因为师父讲经还要解梦 我尽量 梦有好几种 正式公开讲 我在心与梦的解释来讲 注意听 你既然问了 我也很真诚讲 梦有四种 请各位做笔记 第一个是这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比如说你来大殿里 看到金色的佛像 晚上回去的时候 发洗衷满 你就梦见很多颜色 红色 白色 这样一直在转 这叫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这第一类 这是假的 第二类是四大不调 有人梦到 哎呀 新加坡火山爆发啦 我要赶快告诉总统或部长吧 错 你的火气太大 火大 所以你会梦到火山爆发 这是真的 在禅经里是这么讲 你甚至呢 水大 就是你风里的水啊 寒气很重 你会梦到呢 你自己掉在那什么 几百万年的冰河里面 你喊救命啊 救命啊 没人救你 因为呢 你的水太大 有些人风太大的时候 会梦见 哎呀 我怎么像呢 天方月潭一样 对不对 对不对 小胖 对不对 有个卡通文片叫小胖 天方月潭 我坐在天上会飞呀 不 那是你风大 这第二类的这种情况 要去看医生 看中医或西医 是一些调理你身体的 你的地水火风 这样停住的时候 他就没有这个梦境 第三类是梦见出家人 师父 寺庙 听经 莲花或佛像 第三类的这叫善梦 这是真的 这叫善根发露 比如说你从来没有来过海印古寺 突然你梦到大殿的释迦摩尼佛 或是千佛宝塔 有一天你经过 哎哟 我真的梦到这个呢 那表示你跟这个道场有缘 我只是举例说而已 假如你梦到佛牙寺的这个 唐朝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弥勒菩萨 你从来没看过 有一天你突然知道 哎呀 那个就是我梦到那尊佛像 那表示那尊佛菩萨来度你 你学佛的因缘到了 你修行的因缘到了 这个叫做善梦 第三类叫善根发露 第四类叫恶梦 叫恶业发露 就是你梦见了死人 刀山 剑树 油锅 棺材等等 当你恐怖不安的 这个就是恶梦 所以依这个来给你解梦的话 你是属于第四类 小螃蟹是你过去杀生 你杀过很多生 你也忘记了 你还梦到说 你的王母出现了 就是你的妈妈 那你妈妈很慈悲 帮你把小螃蟹放进小瓶子里 是希望你要多放生 好 我解梦就解到这里了 解梦不用钱 再答一个问题就好了 其他的改天答案 师父 你说过过去世的亲人 如果是很亲很疼的亲人 或者是在他往生时 有为他诵经 他会托梦给你 是真的吗 真有托梦这件事吗 是不是日有所时 夜有所末 好 我刚才说这四 这个托梦的部分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举个例子 就我说 我的外甥祖母 他往生了 因为这是血缘的关系 我们中文师父讲 孝感动天 孝心都可以感动天地 所以你跟你的家人 因为夜而来投胎 所以你跟你家人有血缘关系 当你血缘关系 你的家人往生以后 有些人会非常非常 思念自己家人 他一直要知道 我的家人去哪里了 这时候有很多法门 地藏法门是其中一种 你可以拜观音 也可以拜地藏 地藏经明文规定 你就送地藏经 念地藏菩萨的名号 因为你很执着嘛 你一定要知道 你爸爸妈妈在哪里 否则你放不下 所以你念地藏菩萨名号 你梦中呢 会有梦境 这样子的话 这个梦是真的 因为你送地藏经 念地藏圣号 求地藏菩萨 那也有满地藏菩萨的愿力 所以他真的梦中就告诉你 要嘛就告诉你 你妈妈到天上去了 要呢 你说你妈妈 抬身投胎做人的 好的话呢 你妈妈到了极乐世界 那没有办法 还有一种地藏菩萨 带着你的神事 神事有点像我们中国讲 灵魂出游这样 神事到他方世界里 让你看到你的家人 你就放心了 我举一个例子 我多年前学佛的时候 在石砖有一个莲友 我的学姐 学姐当时呢 她就遇到这样的事情 这是真的 注意听 我刚刚学佛 那时候我很虔诚 我的姑姑因为在佛光山出家 所以我在佛光山的体系做义工 我是老师 帮他们写书法 那时候呢 他们有法会 我有了一个学姐 石砖的学姐 她有一天呢 突然打电话给我 她爸爸往生以后呢 她做了一个噩梦 她说 女儿啊 我住的地方很湿很冷啊 你赶快帮帮我吧 然后就醒了 结果呢 她醒了以后呢 第二天早上 一下子打电话就给我 说学弟学弟 我昨天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 她就告诉我 我在说这桩事 我说I'm sorry to hear that 我不知道你爸爸过世了 而且刚刚才过世 一个礼拜而已 他们家很悲伤 也该做了 然后呢 她就问我怎么办 那我跟她说 学姐你相信我吗 她说我当然相信你了 我才打电话告诉你 我说我告诉你 以我理解的佛经 你爸爸在不太好的地方 我心中并没有讲不好的地方 就是在比较阴暗湿的地方 那她就问我怎么办呢 我说你若相信的话 那我们为你爸爸做功德 我们为伯父做功德 刚好我联络到佛光山 刚好在做这个佛妻 过年打佛妻 而做三十系念 我就说那我明天 好 明天陪你一起去 然后呢 让她自己出钱 因为她相信我嘛 对不对 我不能骗人家 所以我让她自己出钱 写牌位 然后她看到大家在念佛 她也念了一支箱 很高兴 然后回向 那个打完佛妻以后七天呢 最后一天就有超度嘛 然后有做三十系念 当超度那天回向完了以后 她就梦见她爸爸来了 女儿啊 谢谢你哦 我现在吃得很好 穿得很好 好好照顾你了 我自己走了 就走了 我跟她说 你爸爸到天上去了 这是真的 所以这些托梦是因为你血缘的关系 孝心 听好 这个不是虚妄的 而且你是按照佛经 去诵经念佛 修持为相 所以地藏菩萨 要么就告诉你家人在哪里 要么他亲自带你去那边 看到了 你心中的执着就放下了 时间过得非常快 八天的讲座 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昨天介绍讲义三十四页 丁二 善行是戒法的根本 昨天说明 佛教徒不要迷惑神通 因为神通是敌不过业力的 今天看丁三 请看三十四页第八行 是蓝色的那一本讲义 若没有带的联友请举手 工作人员会交给你 没有带的联友请举手 这个讲义请各位好好珍惜 是我日以继夜用生命编的 所以讲完经理后呢 其实每一天呢 你都可以带回去 可以笔记上写上你的名字 好 请看丁三 丁一是介绍戒的定义跟内涵 丁二讲善行是戒法的根本 丁三今天要讲 戒法要跟决性相应 请看经文 如是等身口意善行所转 请把善行画起来 善行所转 身十种戒 请注意听 持戒是很重要的 各位联友也很希望在佛门有三规五戒 八观哉戒 乃至于呢 受在家菩萨戒 像我自己呢就受过三规五戒 然后呢我就直接受在家菩萨戒 后来我就出了家就受沙密戒 比丘戒以及出家菩萨戒 所以戒是很重要的 佛在涅槟戒 佛在涅槃经里灭渡的之前说 阿南问佛陀说 佛陀灭渡以后以什么为老师呢 佛达以法为师 以戒为师 所以戒跟法是要相应的 戒法 戒法 所以我这边科判写戒跟法 决性就是佛陀 这个成佛 无上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的决性 那我们有身口意 身口意世间人也有善行 比如说 不要杀盗淫忘酒 在基督教天主教也有摩西十戒 他们是善行 可是善行以后 要怎么转变为戒的功德呢 这是很重要的 请注意听 否则其他的宗教 也有实善法 在大制度论里面说 若佛出事跟佛没有出事 有遇到善之事跟没有遇到善之事 只要你的行为不要做杀盗淫忘酒 你就有善根 你就有聚聚善行 所以在世间 若犯了这杀盗淫忘酒的话 世间法律会制裁你 就算你逃过了法律 你可能会逃不过你良心的责备 尤其是现在呢 身口意里面最容易犯的是什么 这个是 最容易犯的是起称心 或造口业 讲别人的是非 所以身口 身有三个 口有四个 意有三个 有些连有 这个身它可以很清净 口也可以控制 意啊 还是很难控制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是凡夫 我们要听闻佛法 来学习佛法的关键 意呢 要没有贪嗔痴啊 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凡夫若是让贪嗔痴 这样去流转的话 它就会造恶业 造恶业第一个 你会受苦 第二个 你会受到世间人的五骂 或是绩效 左邻右舍呢 就会嘀嘀嘟嘟嘟讲你的是非 因为你的品德不好 第三 若是你违犯了很多人 伤害了很多人 那你可能会受国家法律的制裁 第四 就算你逃过了以上 你可能逃不过你的良心的责备 尤其是内心里会有恐惧跟不安 所以常常会有恐惧跟不安的人呢 代表他过去世啊 持戒波罗命是比较不圆满的 好 请看经文 与贪嗔痴所行的十种恶行 要努力去对质 比十种的恶行又分为上中下三种 上是指造了很多的恶业 杀了很多众生 中呢 是伤害了一两个人 下呢 只伤害一个人或伤害自己 那这种呢 是常习禁锢 常常累积无量节的习气缘故 多于 会多于地狱 恶鬼 畜生 乃是阎魔罗戒 所以如前呢 反过来讲 这十恶业你不造 那叫做十善行 所以十善行是南传 北传 藏传 一切教法的根本 佛陀在世的时候呢 有一次啊 这个恒河有一个这个河神 他呢 因为圣地子他去脱波 脱完波要喝水 然后有个阿罗汉袭击很不好 他每次呢 看到那恒河呢 就会骂他 你呀 你这个恒河小丫头 他很喜欢骂人家小丫头 就是说 你是很卑贱 很低微的 那恒河里面有女神啊 他非常的不高兴 他就跑来跟释迦摩尼佛告状 说 尊贵的佛陀啊 咱们你有一个弟子呢 每一次脱完波到河边来呢 就是喝水的时候 看到我都要嘲笑我叫恒河小丫头 佛陀你应该管一管你徒弟吧 这时候佛陀就跟他道歉说 抱歉 我的弟子我教得不好 来 我叫他来跟你道歉 结果这时候他就叫了那个比丘 说 善来比丘 过来 对不对 你今天又犯了恶口夜 应该对这个人忏悔 结果呢 他刚开始不太甘心 佛陀说 忏悔得精进 否则将来你会有苦果 佛陀苦果婆心欠他 那他就看过去 然后就和掌对着大众说 对不起啊 恒河小丫头 我下次不骂你啦 你看你看 佛陀说 你看这就是他习气 他跟你道歉的时候 还是要叫你恒河小丫头 他多生多劫恶口的习气 恶口 所以佛陀说 那恶口呢 得到嘴巴很臭 然后第二个呢 那口里面呢 会有很多寄生虫 还有呢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细菌 口腔细菌 第三 你讲的话人家不相信 第四 你讲真话 人家也不相信 所以你要想 为什么有人讲话 就是他相信 因为他不骗人 不恶口 所以 生口意是很难调伏的 这要努力去调伏他 接下来再看经文 若不与决心相信 那你呢 会有上中向 你就常常靠近你不好的习气 随着福报 假如上上的话呢 好的会升到天上 天上的人福报很大 但他贪生之夜很重 像阿修罗道的人呢 是战神 福报很大 但动不动呢 就要跟人家打架 所以上上跟下下有很大的差别 就像在天上呢 差别也是很大 好 注意 这里讲不与决心相应的 另外一个重点是说 假如你修五戒十善 可是你不与决心 决心再讲白一点 就是不净化你的身口意 去调伏你的心的话 你将来会得到的是福报 而不是功德 怎么叫福报呢 长得圆圆的 大大的 出门很多这个仆人 那到哪里呢 都有好吃的 好的人员 可是发起脾气来 像鬼一样 大家都怕他 所以这表示说你福报大 可是你的烦恼贪生之没有调伏 这个叫做不与决心相应 那假如与决心相应的人呢 他不但福报大 而且他有戒定慧的功德 他走到哪里 人家很恭敬他 也相信他 也礼敬他 所以下面讲 请看三十四页第十一行 若与决心相应 十种善行 善行与决心相应以后 你可以透过发愿跟回向 这就变成成佛的资粮 所以决心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很多老菩萨都很喜欢持戒 待会我讲完经文以后 就举个例子 你就会知道 持戒要有智慧 好 所以请看 若与决心相应 十种善行 戒有上上的 他会跟你的好的心相应的多 接下来你还会进一步修持 会变成声闻地 像阿罗汉 或是菩萨地 或辗转会更为殊胜 所以在菩萨界里面有三具境界 更有六十五种无境的详细境界 菩萨界呢 待会会说 在三十五页我会讲 所以在无境易经里面呢 使受的是六十五种无境界 一般人现在受的菩萨界有好几种 简单的说 像我受的就是梵妄经菩萨界 十种四十八经 一般在家居是你受的 是幽婆色戒经 不一样的 还有一些呢 现在台湾中国佛教 我东南亚传戒法 也有受 梅勒菩萨的余邪 师弟论的余邪戒 所以你受了戒 要发心学戒 你才知道怎么样持戒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受戒 学戒 还要持戒 弘一大师曾经说过 南占布州的众生啊 要持戒呢是很难的 因为恶习性很重 所以不是一受戒呢 你就得到正果 所以你必须要受戒 第二个还要持戒 学戒 对不起 学戒 第三个你才知道持戒 那不管无量的戒法 从哪里做呢 从五戒十善开始 五戒十善的基础 就好像建一层大楼一样 它是地基 接下来有八观在戒 再来有在家菩萨戒 所以你要一层一层的学 举个例子想与决性相应 有些老菩萨很好要 很希望出家 那很好 因为你的心要学出家 出家是要发愿 要累积很多功德的 但是各位联友 你要学的是 学出家的心 而不是执着出家的形象 在家出家都能够学习佛法 利益众生 举个例子 有很多联友呢 就要受过五不时 这是很好的 结果呢 过五不时以后呢 你知道佛在世的时候 为什么过五不时呢 是因为曾经啊 有一次呢 还没有治这个戒之前呢 有一个呢 比丘 他是印度人 皮肤黑黑的 晚上去脱波的时候呢 一个孕妇啊 跑出来 吓了一跳 就流产了 被吓到 那后来佛就因为这样呢 他就觉得说 晚上去打扰人家 是不好的 所以佛就治 比丘 过五不时 另外一个用意是 佛早上讲经 中午脱波 下午大家做诵经 傍晚的时候 大家都在禅修 要吃一顿饭 是很麻烦的 因为佛陀的精涩是在山上 他要走到城里面去脱波 会影响别人 所以因为很多很多的原因 对于禅修呢 吃太多是不好的 所以佛陀就指 圣弟子 比丘比丘尼 要食过五不时 这是南传佛教界的原因 可是我看到很多北传佛弟子 也很喜欢过五不时 过五不时的时候什么呢 晚上去逛街 过五不时是让你 心不要散乱 好好修禅定 诵经念佛 有些连俑呢 你今天吃饭吗 我过五不时 咔啦咔啦咔啦 讲电话 讲一两个小时 你的心是散乱的 你根本没有做到 真正过五不时的目的 还有一个连俑呢 喜欢吃八观灾戒 很好不是不好 但听好 你不要选在八观灾戒的时候 去请客人 譬如说你要请你的老师 或是你的师父 或是你的上师 故意选在八观灾戒 大家很高兴来 师父我过五不时 那请问这时候你该怎么做 严格说你应该放下你的八观灾戒 圆满你的菩萨戒 听懂吗 所以这个叫觉性相应 不是呢死邦邦的 解释呢一个原则 就好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我又举小朋友 以前我是小学老师 上课的时候呢 小朋友讲话要先举手啊 要上厕所呢 不然有些小朋友 就不见了 对不对 那我还要跑出去抓回来啊 所以我要规定呢 上厕所要举手 要跟我讲 还有呢下课的时候不要先玩 先去上完厕所以后再去玩 那老师为什么要教呢 因为他这样的话 小朋友身口意 他才有一个规矩 同样佛因为呢 众生心很散乱 所以你吃的太多烦恼也会很多 贪嗔吃嘛 中国人讲饭饱私盈喻 所以我觉得在家居室 假如你中午是吃两碗饭的 晚上捡一半吃一碗很好 你不要那么执着固执 一定要过午不时 我好装捡 来晕倒了 人家还送你去医院呢 对不对 很多怜悠啊都没有智慧 就是你讲没有决性相应 戒是应该得到清凉得到解脱的 他有开遮食饭 不同的情况他要有弹性的 当你舍律仪戒 舍善法戒 饶益众生戒 冲突的时候应该怎么样 放下你的身文戒 圆满众生的菩萨戒 这个才叫菩萨摩赫萨 我再举一个例子 我台湾有位学生 他非常的虔诚 跟我很久很久了 有一阵子呢 他的先生因为经济不景气 要到大陆跟台湾 到里两岁跑 都要应酬 对不对 他在金色非常的精进 可是呢 他的先生也会不高兴 为什么呢 他一个礼拜来金色的时间 比他陪老公的时间还多 他先生吃醋 吃师父的醋 真好笑 然后呢 后来呢他跟我讲说 师父我没办法来上课 我只能一个礼拜来 参加一次上课 一个共修 我说好 没问题 你心中有佛法 我了解 如果没有的话 我会叫文书主 拷贝录音带给他听 然后他还有一个问题 他说 师父我陪我先生啊 我先生很爱面子 朋友很多 都要去呢 大鱼大肉啊 我没办法吃素 我说 我觉得很难过 他受过菩萨戒 他受过放枉菩萨戒 我说放下你的心 注意听这一段 不要觉得guilty 不要给他罪过 罪过也是一个烦恼 佛本来叫你不要造恶 所以持戒是要以得清凉 现在你执着这个戒啊 也会变成另外一个烦恼 所以我告诉他 放下你的五戒 圆满你的菩萨戒 所以后来呢他就陪他的先生 还是要应酬 可是说应酬的时候 虽然照顾别人 因为他人缘很好 偶尔呢他讲一两个佛教故事 大家都很欢喜 所以你看看 对不对 所以听好 你持八观灾戒 或食灾戒的时候 不要选那么那天 那么笨去请客 然后告诉他 哦 你们吃哦 我很庄严 我持戒 其实你最没智慧 持戒不是这样持的 知道吗 戒应该让众生生到欢喜心 得到法义 这才重要 所以这里讲 有跟决性相应 跟没有决性相应 是很差别的 你有跟决性相应 将来会变成 度众生成佛的资粮 若跟没有跟决性相应 那你只会成为福报 持戒的功德是很大的 没有错 因为你不伤害众生 天上跟人间呢 都会有人来供养你 好 接下来我又再讲一个故事 因为这是路度波罗蜜里面呢 有很深奥的道理 但是我希望多用故事 来跟大家分享 中国有一个有名的 叫做唐朝律中的主师 叫做盔姬大师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对不起 讲错 道山律师 他是律中的一代主师 就中国从印度传到中国 四分律是他整理的 他是持戒非常庄严的 他相貌也非常的庄严 他呢 直接到呢 中午吃饭是天人送饭来的时候 供养他的 天上的食物是非常香 非常美味的 不像我们人间 我们虽然很喜欢吃栽米粉 可是天人看了 嗯 味道还是不太好的 那是我们人间 适合我们的业力 我们现在吃素 大家很欢喜 那是很好 但是你要抓到 吃素是要与决性相应 那这位道宣律师 他修持很好 他当然是过午不时 过午不时就是 十一点之前就要吃饭 晚上他是不吃东西的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因为修得太好了 所以有一点娇慢心 你看 我很持戒庄严 有一天他请了一个盔姬大师 盔姬大师就是玄庄大师的徒弟 然后呢 他来讨论佛法 他故意请他中午来 意思是说 待会天人来应供的时候呢 我就供养一份饭吃给你 他内心里有点焦慢心 结果呢 好 盔姬大师就来了 盔姬大师是大菩萨 然后呢 当然他有一些习气呢 是比较自在一点 他没有很严肃 然后呢 他出门的时候 都要很多的佣人 还要扇扇子 还有一本拿书 旁边还有端水果 那当然他们就讨论佛法 从早上讨论讨论 一直到十一点 突然呢 这个盔宣律师就讲 奇怪 时间到了 怎么还没来呢 然后呢 他在想 怎么还没有吃饭呢 对不对 天人今天怎么没来呢 最后呢 盔姬大师就想 哎 没关系吧 他很随心的人嘛 他说 我今天跟你聊佛法 聊得很开心啦 改天呢 我再来找你好了 那我今天就不在这边吃饭 我回去了 然后就跟他告假 就一走了以后啊 天人就出现了 这时候盔宣律师呢 就非常不高兴 起了称心 就说 天人啊 你每天都来应供 怎么今天你迟到了呢 他说啊 哎呀 盔宣律师 你不知道吗 今天你们这样 来了一个大菩萨 你看 所有的天龙八部啊 都呢 在满山遍野薛空啊 都在占井未干 我一个小天人 进都进不来啊 听懂吗 所以这时候盔宣律师才吓一跳 哎呀 他认为自己持戒很庄严 执着这个戒 可是他不知道 他瞧不起 亏计大师 没想到 人家亏计大师是菩萨 摩赫萨 所以讲这里 不是告诉你戒不重要 而是戒是要得到清凉跟解脱 戒要有智慧去做抉择 下面一个戒要要求自己 不要要求别人